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无线设备的ICV能够使汽车连接到其他汽车 行人 基础设施 云端服务器 以及其他一切万物 这就是所谓的V2X或者叫做车连万物 智能网连汽车配备了各种汽车无线系统 举例来说 这包括无线电 蜂窝通信 蓝牙 WiFi和GNSS 在典型的ICV中 集成在车辆中的天线类型不少于15种 更重要的是 它们必须以相互共存的方式才能正常运作 汽车工程师不仅在设计方面面临挑战 而且在测试方面也面临着巨大的任务 无线测试中最大的挑战之一就是 对ICV上的4G和5G的地面蜂窝式通信系统进行的 MIMO OTA的测试 MIMO OTA就是空中接口的多输入多输出技术的简称 它是用于协调多个无线电天线的使用 以提高整个无线网络的可靠性和数据容量的方法 MIMO OTA汽车测试的目的就是表征在真实情况下 但却是在用基础设施 技术专长和精密仪器 来仿真的一个测试环境中来测试汽车的性能和鲁棒性 但测试并不像听起来那么简单 其中有很多挑战 不胜枚举 我们已经确定了四个已知的主要的问题来源 它们包括如何改进传统的球面波展开法 来处理测试汽车天线的这个新问题 如何应对具有低交叉极化率和宽带波束对称性的探测天线 如何在进场范围内进行EIRP和EIS测试 以及如何开发用来重建电波暗示中的真实传输线道的方法 右下角的示意图描述了在标准测试平台上 对汽车进行的OTA测量 然而 这种天线需要提供足够的覆盖范围 以便获得可靠的测量结果 通常 这是一些即使是最有经验的测试工程师 有时也会忽略的事情 OTA测试有四个层次 第一是无源天线方向图的测试 第二是SISO Single Input Single Output测试 第三是不同信道模型下的MIMO测试 最后是把噪音和干扰对车载接收机的影响 进行量化的灵敏度衰减测试 东阳公司Toyo与通用测试系统有限公司GTS合作 设计了完整的交钥匙方案 可以在实验室环境中表征智能网联汽车的OTA性能和鲁棒性 并帮助确保它们按可预测和可预期的方式 在真实环境中运行 这个滑轨系统安装了有移动探针的机架 这是一个快速而准确的系统 来执行天线性能和SISO OTA的测试 这个机械臂系统提供四个机械臂 在待机状态下 机械臂可以缩回到暗示的角落 该系统可用于MIMO和灵敏度衰减测试 我们还会拥有汽车EMC暗示的客户提供移动机器人系统 并希望将其升级以支持除EMC测试之外的OTA测试 在OTA测试结束后 机器人可以很容易地从暗示中取出 以便EMC和OTA测试可以分别单独地进行 这些系统采用了有专利权的辐射两步法的测试技术 这是东洋公司Toyot的方案所独有的 与多探头解决方案相比 这种技术具有显著的优势 包括空间要求小和测试简单 我们的系统也是经得起未来考验的 允许随着技术和标准的发展进行升级 您想了解更多吗 请联系我们与技术专家交谈 了解这些解决方案是否适合您 感谢观看 祝您愉快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